你們有沒有搞錯?在這裡耍溪錢 你弄得我們差點撞車 你們有沒有搞錯? 現在撞爛了我的車 還沒叫你們賠錢 哪裡? 別賣你, 自己吃虧 還有, 我們耍溪錢 也希望大家平安過路 不然這裡會無緣無故炒車 人們會伸手易處 車子會銷剩一半 你們是賺報記者吧? 你叫什麼名字?我打電話投訴你 想玩什麼吧? 阿澤做事, 放下他的片 網絡公審他, 你看聞怎麼說你 你想搞大他嘛 我這麼想怕, 我怕什麼? 要公審嘛, 來吧, 一起 來吧, 不怕你, 怕他 算了… 老闆官, 別再跟他吵了 我們還有正經事要做 什麼?說錯話嗎? 好…大家就在這裡休息三分鐘 接著就去重林我再找 新糧潭? 隊長, 一直是否會經過 新糧潭瀑布? 我沒去過 同學, 不如你去看看牌子吧 新糧潭位於這段山徑下方 由於溪間有可能發生生虹 本署並無修建路徑通往新糧潭 及新糧潭瀑布 不是吧?走那麼久, 帶我看牌子嗎? 那是為了防止遊人出意外 不過那些人一場來到 看不到潭和瀑布又怎麼會深色呢? 然後又自己猛中中到處找路去 那豈不是還容易出事? 難怪這裡這麼多人墮潭 當然了, 多特潭 你解開了我心裡一直的疑問 阿亡膚石背後 隱藏著一個亂倫的故事 那新糧潭有什麼故事? 你不懂得知道嗎? 相傳曾經有位新娘出嫁 乘花轎經過這段崎嶇山路時 遇上惡劣天氣 其中一名轎夫說 賭連贏帶花轎掉落水潭 新娘慘死這麼邪? 現在你已經拍風景了嗎? 那些鏡頭又這麼恐怖 前面的陰心都適合你 不拍照, 走開了 不然怎麼看? 別這樣 拍吧, 拍了幾張 要不要我教? 拍到嚇到自己為止 走到哪兒, 撞到哪兒 你也不是說不邪嗎? 既然這麼順便, 還在亂拍嗎? 不怕拍到那些不應該拍到的東西嗎? 我也覺得這裡有點狠 你們懂得什麼? 新娘彈藥經常淹死人 上個月而已, 我才做完一彈 你們真的有很多冤魂 這麼一彈 MUSIC 黃小姐 什麼新娘?那個是真新娘 黃小姐, 過來這邊 對, 漂亮了 好, 轉個姿勢吧 大塊肉? 怎麼叫新郎? 他還沒到 你已經結婚了, 不是一起出門了嗎? 我要化妝、整頭, 那就早點做 沒見那麼久, 整個人都比女兒大 你看, 穿上褲子褲子褲子, 挺漂亮 不如等師傅幫你插幾張吧 很漂亮 師傅 你沒弄傷吧? 我怎麼弄髒的褲子褲子褲子? 你先檢查相機 相機是死亡的 你今天已經結婚相片了, 最重要是漂亮 那我沒事了 師傅, 你說過的 相機不僅是工具 還是記者的第二生命 是 記者一拿起相機 就要像上身一樣 世界每天都要拍 很健碩 師傅, 從我當委員第一天開始 你說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得 以前的事不說來的嗎? 師傅 我結婚後不做了, 我會辭職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這份工作 你勸我留下? 是嗎? 這樣吧, 那就沒什麼好勸 女孩子之家結婚之後 家庭就比事業更重要 難道叫你照顧兒子 就不上線場嗎? 黃小姐, 機位設定好了 新郎哥還沒到 既然你有朋友在這裡 不如爭取時間, 試試機會 好, 試試試看 黃小姐, 是 先生, 你抱著黃小姐的腰 是… 面對面… 是 兩位比較自然 很自然的 那…你們隨便找些東西說說吧 對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地方 可以拍親衣照 你又要離婚留在這裡拍照?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就會有很特別的地方 早安, 你是不是大老伯? 你是誰? 我是新娘的一隻雜生 我今天開設要跟你三個月 無緣無故多達, 何手勒腳 我叫Tobus 什麼Pus? 我叫黃玉, 所以叫Tobus 改名叫喬口慘手 阿玉就是阿玉 阿玉這麼普通? 年普通? 你特別一點, 叫你大塊玉, 好嗎? 一、二、二、三、二、三… 我叫做 卡卡, 你無緣了, 為什麼要啟動了? 偷跑 我在哪裡 對不起,照片都沒有了 拿我的手來 你怎麼扶細機? 師父教你,凡事就做了兩手準備 師父?那我就你徒弟了 怎麼樣就怎麼樣 復帳了,再拍一張 師父 大舊了?你怎麼在這裡? 我上班了,我畢業了 老總請我做長官 我沒聽老闆說過 我打算給你一對驚喜 要我一會兒,好 我先進去找老總 我先進去,我待會兒出來找你 日本大地震 什麼事? 聽說有個新人認識人物 被老闆派了一半 很爛,有人來就讓老總烹走 開玩笑而已,今晚還記得嗎? 老總說走得越快越好 那當然了,要過去搶第一手資料 不是,不如我跟他說,叫其他人去吧 你害怕嗎? 我不是害怕,但是我這麼新… 你耍耍耍耍耍耍耍人都知道了 但是這樣,這件事是大事 整個報館的人都爭著想去 老闆告訴你 如果你縮沙的話 你可能這一輩子都會後悔 師父 別自意坐坐了,早去早回了 省省省省省,不要拍虧你師父 知道,師父 本年度的最佳新人獎冠軍是… 有份報道,復島核市樓災區的黃妖小姐 謝謝大家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 訂閱吧 給我們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